好 非常高興又可以來到明治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Photocab這套影像處理軟體 那它本身是MIT的 所以其實現在在國中小他們都在推這類的軟體叫做什麼 自由軟體 因為不用花錢 那能夠做到的效果事實上蠻不錯的 那我相信大家一般像去年我們學校也有開這個Photoshop的課 那麼Photoshop其實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使用軟體 只是它的價位真的比較高一點點 大概2萬多 而且現在它新版本 我們現在之前的版本就CS3456 那最近呢今年它又有新版本叫做CC 可是很抱歉 以前我們都是買軟體 然後就你要怎麼用就怎麼用對不對 現在沒有了 現在開始什麼 新版本改用租的 等於是一個類似線上服務那種感覺的 所以你不租就沒有 不能說反正我幾年前買的我再拿來裝 很抱歉不行 所以這個是它新版本 大家可能還在調整之中的 我覺得好像還不太能夠接受 那麼Photoshop是完全免費的 那麼我們給各位的這個軟體下載裡面呢 它已經變成不用安裝版本 所以其實你們放在隨身體裡面就可以執行 這樣用起來應該會比較好用 事實上我們去年有講一部分 去年在我忘記在哪一節課有講到一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話會比較完整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麼除了Photoshop以外呢 我們還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些就是相關的輔助軟體 因為畢竟Photoshop它免費的沒有錯 可是它有些功能可能還不是像Photoshop那麼強的 那麼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其他的服務 來做一個加強 那包括什麼 比如說像大家拍相機啊 請問會不會拍到那個模糊的 長長對不對 因為只要尤其是光線不足 或者是那個人就動來動去 不要動喔 一拍就是模糊的 那所以那個有沒有救 基本上拍模糊是沒有救 但是一點點的其實有些軟體可以做一些加強 那麼另外一個呢 我們還會再介紹就是線上的去背服務 Photoshop它沒有辦法做去背 或者說它有但是稍微比較不是那麼好用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介紹一個 線上去背的 你就直接丟上去就可以怎樣 直接把你要的檔案就去背好 那這個功能呢 在Photoshop的CS以後 它有一個類似的工具叫做快速選取工具 好就雷同的 但是那個效果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會大致上會跟大家這樣介紹 那麼您看到簡報的右下角就是我的基本資料 您可以用這個關鍵字素腦師就可以找到 那麼我們去年上課的還有我之前去過研習的 我都會把它放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 所以如果您有興趣的也可以再去回顧一下 好OK那您了解之後呢 我們今天呢主要會先跟大家介紹幾個部分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影像構圖的部分 這個拍照的時候其實有幾個 我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您可以看看 那再來就是洗照片還有什麼大頭照 我剛剛來還特別在我們前面那一家照相館 稍微實際調查一下 看看我們現在洗大頭照多少錢 老師有到我們前面那一家去洗過嗎 80對不對 6張 然後呢我還特別問他喔 如果我們自己這樣拼貼好 拿去給他洗接不接受 他說可以 10塊 但是你可以洗幾張你知道嗎 2吋的就可以洗8張 你花80塊洗6張 我花10塊洗8張 這樣划得來嗎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怎麼用 那再來當然基本的影像處理大家一定要會 對不對 因為拍照難免會有什麼不完美的地方啊 那我們怎麼樣稍微把它簡單修飾一下 我們今天上這個課不是要大家成為這個修騙達人 而是說我們可以利用他簡單的功能就可以做到 因為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對不對 他很輕鬆就可以做的 那再來呢 網路上最常用的大概就是加外框跟套模板 就加一些比較花俏一點點的 那你待會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呢像縮圖頁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幫我們把多張圖怎麼樣拼湊在一起 因為你可以一張一張講故事 也可以怎麼樣 不太多版面的時候我就可以幾張拼貼起來 拼貼起來來講也可以 那最後呢還會跟大家介紹一些就是 影像P4改大小或改檔名 因為像我們數位相機也好 或者我們一般拍下來都P開頭或IMG有沒有 然後那樣子的名稱你可能比較不好記 或者檔案太大了 因為你的像素太高 那你放到網站上也好 放到你的文件裡面 如果你用原汁原味的很抱歉 你們家的文件就是比別人大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它縮小一下 再拿去用就會比較好用 那這個部分大概是我們今天主要會講的內容 這樣應該ok的